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乔老师 经常有小伙伴在后台问我说 吃什么东西可以提高男性内方面的能力呢 其实啊,男性内方面的能力呢 跟他自身的这个稿酮的分泌呢 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所以呢,吃什么可以提高男性的稿酮 那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首先呢,你可以吃一些动物的内脏啊 你与其是吃一些动物的边的话呢 倒不如说吃一些动物的内脏 内脏的稿酮呢,其实是要比边要多的 而且呢,内脏里面呢,还含有非常高的胆固醇 它是稿酮合成的重要公式 其次呢,你还可以吃一点牡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心含量最高的肯定是非牡蛎莫属了 心呢,它是一种微量元素 平时呢,在我们体内和我们日常的摄入当中呢 是较少的 而缺心呢,会导致男性的性腺发育不良 而心对男性的稿酮分泌啊 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再其次啊,你可以吃一些 鳗鱼或者是泥丘这一类的鱼 成年的泥丘啊,富含蛋白质铁钙 这一类的微量元素 而且啊,它的金氨酸的含量也非常高 特别适用于男性滋补身体 当然了,除了刚刚乔老师推荐给大家的 以上这些食物以外啊 咱们还得配合合理的作息和一些有效的居家促稿训练 方可达到一个不错的促稿效果 就像我们的居家促稿课 它是一套保姆级别的居家促稿课程 从专业的男性保健理论到居家运动促稿教学 从初级再到进阶级别 每一个动作都有细致的讲解 还包含了每天的饮食建议和每日的训练计划 还有专业的教练在线答疑 全方位的辅助你提升稿同水平 重获男性自信 想要知道如何获取科学有效的促稿计划 找我的助教就对啦 科学弹性 关注我吧